10塊、5塊、1塊 你看這邊有一個洞 這邊可以直接拖錢 這個沒有洞的就是沒有用 所以10塊、5塊、1塊 只有A、B跟D有在用 可以從這裡拖 拖的時候不要站起來 站起來把它搖平 它會自己分類? 沒有啦,你要拖 拖進來的錢,它會分類 這裡它會分類 我們在拖的時候要自己分 補完之後才會到錢箱 錢箱在這裡 這是我們收錢的錢箱 客人拖起來會先這裡 補滿之後才會到那邊 補滿是大概70美左右 補完之後就下面先進去 那它不用放50就對了 這個不用50 這樣比較好 10塊、5塊、1塊 然後 做清潔在這個地方 卡壁也是這個地方 拉開它就彈出 注意這個不要彈進去 不要卡住 卡住把它撥一下 讓它這樣彈起來 讓它站起來就對了 這個衛生紙張水扭乾去擦 輕微卡壁又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 往右 這邊不要有錢 紙張 衛生紙什麼都不要有 有就把它拉掉 這邊不用清潔 直接推 它跳一聲就卡住了 這個紙擦 拿錢是這裡 往下壓 可以拿出來 錢會在這裡幫你跌得好好的 記得關回去不要馬上又開 一個卡抄的時候 卡抄的時候 這個一樣 這個要先打開 不然這個打不開 下壓 錢會在這裡拿掉就好了 卡住了 那如果客人滿硬錢很難收的時候 你自己帶一些紙擦 如果說十張一兩張不用收 那個是正常的 不要很難 因為這種防五功能 那如果說十張大部分都不收 可能超過五張以上都不收 這裡有四個眼睛 用衛生紙 摻水扭乾去做擦拭 四個眼睛有沒有 有 對它跟鏡片一樣 用衛生紙摻水扭乾把它擦一擦 好 好 好 這就這樣一聲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好